看道到底想你 不学习 直到我们看见不心 那你相信人就大神的关护 跟我们的关护 我今天讲祖导文的三个相对 预备 来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其实主导文很重要 我也是到 今年才再把它 好好的拿出来思想 主导文很重要 主导文会打破你过去的宗教习惯 因为我们下意识 来到神面前要祷告 都是你发生状况 对不对 你身体出状况 婚姻出状况 财务出状况 家庭出状况 我要找神了 所以当我们都很好的时候 你就不晓得跟神要讲什么 感谢主 哈利路亚 然后你就开始为别人的需要祷告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 他自己觉得他没什么好祷告 那你有没有需要 我就为你代告 对不对 通常我们都是这样 但是不是这个意思 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的时候 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们在天上的 有多少人你祷告的时候 是阿爸父 这样的举手 你的祷告都是用这个字 不多 你看可是这是耶稣教导的祷告 我们都没有用耶稣教导的祷告 我们都用自己的感觉 所以这个部分 要打破过去很多宗教的传统 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耶稣讲我们在天上的父 就这一个字 Father 打破了全世界的宗教的传统 不是只有基督教 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观念 从来都不认为祂是我的爸爸 祂是神明耶 祂是神耶 祂伟大 祂最后变成很可怕 很可畏 我们对神 通常都有一个可畏的感觉 阿们吗 你会怕怕的 所以小的时候 我跟我的阿嬷在拜那个天宫 拜祖宗那个 我们都要跪下去的 要趴在那边了 我的祖母说桌上的东西都不能偷吃 因为我们小孩子有时候会偷吃 他偷吃你得罪神明 你就倒霉了 我跟你讲 所以我们都很害怕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其实是一个恐惧的灵 是一个恐惧 那很多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 他仍然用这种感觉 移到教会里面来 像我的祷告 我其实因为我被神呼召 做传道人 所以我的祷告通常都是 主啊 有没有 跟我一样的大概不少了 主耶稣啊 主啊 我几乎很少叫阿爸父 为什么 我从小就是我爸爸不在 我不晓得爸爸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爸爸不在旁边的孩子 不是孤儿 因为我爸爸在海外 我爸爸在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没见过他几次面 到我成长到很大时候 我没见过他几次 所以我对爸爸的概念 是非常抽象 非常模糊的 所以我叫爸爸 我不能说不好 但是我不习惯 那很多人 如果你的爸爸是非常严厉 当我们在教会讲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要呼叫阿爸父 马上有个弟兄就跟他太太讲 我讲不出来 因为我爸很严 他常常小时候被他爸打 你叫天上的父 也是叫爸爸 他讲不出来 因为他对爸爸的经验 很不好 很不好 所以其实主祷文 耶稣 耶稣教他们这个祷告文 是因为有一个门徒 他在旁边看到耶稣的祷告 他说主啊 求你教导我们祷告 像约翰教导我们一样 那是什么意思 其实施洗约翰有教过这个人祷告 但他一看耶稣这种祷告 跟施洗约翰教的就不一样 如果一样 他为什么要问耶稣这个问题 在路加福音11章第一节 我没有把他打出来 然后耶稣说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耶稣就讲了主祷文 就是在那个环境底下 表示一群跟随耶稣 或者一群的基督徒 他知道要祷告 但是其实他的祷告是不正确的 那就冤枉了 我祷告了半天 结果祷告不正确 拼命在这边喊 但是喊错人了 或者喊不对对象了 或者不是按照爸爸期待的去喊 所以耶稣要讲什么呢 耶稣要讲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 父 那个父 就打开了 把祷告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秘诀跟管道 就是他是从关系进去 他完全不是宗教的活动 阿们 他是从关系 而且在正常的状况跟爸爸 他是一个爱的关系开始的 所以祷告是什么 祷告就是你跟阿爸父关系的 到什么程度的呈现 你跟他关系好 你的祷告就是这样呈现 你跟他的关系很远 你的祷告就是感觉很远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祷告的特会在这里 要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包括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要开始学会 更有能力的祷告 更有果效的祷告 更体贴神心意的祷告 那这所有的祷告都要回到 你跟天父的关系 耶稣在耶安福音十四章六节 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对不对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 他为什么不讲 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 他要讲父 他是把你引回 父是什么意思 引回一个生命的源头 什么叫做爸爸 爸爸就是给你生命的那一位 爸爸就是供应你生命的那一位 爸爸就是在任何的状况 他都不会离开你的那一位 所以我认为地球上 最伟大的名字叫爸爸 因为他跟我们的神 是一样的名字 阿们 所以爸爸举手 我们当中爸爸举手 你们周围看一下 给他们一个鼓励 你真伟大 对 所以我们今年爸爸节 非常尊荣我们当中父亲的 我们通常都比较会过母亲节 但是我们忽略爸爸 爸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的神 他告诉我们 他是爸爸 阿们 所以你就开始产生一种 生命爱的连结的那一种的关系 这样子你对祷告就是变成享受了 我们有一个女的牧师 她今天没有来 她开始操练用阿爸父 阿爸父 阿爸 他常常开始祷告就会掉眼泪 所以他就会享受在那个爱的祷告 要不然你的祷告会枯竭 祷告很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祷告不是要付代价 但你如果是在付的爱里面 被圣灵引导来祷告 你的祷告就不会枯竭掉 阿们 主导文的三个项度 主导文的三个项度 第一个 一起来念一下 天上的父神 神儿女生命的高度 一起讲一下 神儿女生命的高度 这里他讲爸爸 但是他并没有只是讲说 你就是我们的阿爸父 他讲一个东西叫Heavenly Father 就是讲天上的父 这天上的父 其实真的很棒 他不是地上的父 所以我开始体会 因为我自己对爸爸的感觉 是非常差的 很模糊的 我也没办法在祷告中 用阿爸父的这样的一个称呼 但是开始我慢慢体会 我就去默想主导文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教 后来我就慢慢体会说 天上的父 其实在讲我们 因为对这个阿爸 这样的祷告 我整个人被提高提升 他是跟地上不一样 所以这里讲到一个 就是基督徒的高度 我们来念一下 诗篇十八篇 预备来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上帝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特别讲高台 这个高台有的英文圣经的版本 很容易翻 就是high place 就是一个高一点的地方 就这样而已 大卫写十篇 十八篇的背景 就是他被追杀 他在旷野里面被追杀 你知道大卫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一个君王 而且在他的平身当中 你去好好地读圣经 他没有打过一次败仗 一次都没有 凡是他出手了就会赢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他竟然在旷野里面 被追杀了好一段时间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 他流离失所 他离乡背景 他甚至是妻离止善 他落魄的 他自己形容 他不过就是一条死狗 他落魄到这种程度 在那个状况底下 他去经历上帝 怎么样不断地保护他 让他不会落到敌人的手中 所以他就 诗篇十八篇的第一节 并不是这一节 有没有人知道 诗篇十八篇的第一节是什么 诗篇十八篇的第一节 大卫一开始感动就是 耶和华我爱你 当然中间有一句话 耶和华我的力量 我爱你 大卫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经历过 他已经都没有力量了 他只剩下神给他力量 他才活得下去 他跑到敌人那边去装疯卖杀 他所有那些 那些很可怜的动作 他都做了 就是他一直被追杀 而且追杀他的人 是以前的老板 叫做扫罗王 这是更是 让人觉得非常的凄凉 为什么 因为你为这个人效力 替他打仗而且打赢了 今天倒过来 他要追杀你 追杀的毫无理由 哇 那个不只是身体的伤害 那是心灵很大的伤害 他完全不接纳大卫 他把大卫当成一个眼中钉 他把大卫当成头号敌人 而大卫替他们打败哥利亚 大卫替他打败菲利士 大卫替他夺回很多的领土 竟然现在倒过来 他要被追杀 所以对大卫来讲 他是一个身心灵 都很受伤的状况底下 他写了十篇十八篇 他说耶和华 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上帝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这里面每一句话 都有特别的意思 什么叫做磐石 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讨论 我只讲高台 高台就是个high place 当你在打仗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是不是在那个制高点 差很多 阿们 好像你打过仗了 就是你站在高处 你就安全了 神把你放在高处 像旧约的先知书 他说他使我安稳在哪里 安稳在高处 高处就是别人碰不到你的意思 他把你放在一个状况底下 人家想要抓住你 抓不到 抓不到 所以圣经用一个形容 叫做high place 叫做high place 所以 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个意思是说 你爸爸是在天上的 所以 其实你就是在天上的 哈利路亚 你是在high place 因此大卫的经验 要成为我们的一点点的思考 为什么high place 这么的重要 那今天用这个经文 来一起思想 基督徒其实是活在高处的 你要有一个高度 你才能够面对这个时代 许许多多的挑战 你才不会觉得 你是被人家践踏在脚底下 你被人家欺负 你被人家 这个 这个占便宜 你 你觉得非常的委屈 你觉得基督徒出去外面 都是让 都是让 好像你就觉得 你就吃亏了 好像你觉得你就是 哎呀信耶稣 曾经有一个弟兄 他说牧师信耶稣 信到最后我在职场上 我都得让 圣经告诉我们 不是要谦卑吗 不要跟人家争吗 宁可让步 听评 所以他一直觉得 基督徒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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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到最后 他说我已经快要让不下去了 他觉得人家都在欺负他 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 有没有到过101 有没有到过顶楼 有啊 顶楼你看到什么 有到过顶楼的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整个台北市 如果天气好的话 对不对 你看到整个台北市 你看到台北市的感觉怎么样 台北市的思维是什么 三嘛 漂不漂亮 其实蛮漂亮的 台北市是一个盆地 然后你一上到上面以后 你对台北 它刚好是一圈嘛 一圈360度 你对整个台北市 大概马上会有一个了解 那一区是东区 那一区是大同 那一区是哪里 从它的房子高低 你就可以看得出 哪边比较商业比较繁荣 哪边是比较住宅 或者是怎么样 你大概有一个谱 然后你在看到高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只看到台北市 你会看到云 你会看到山 所以心情好不好 你觉得心情比较好 因为你站在高处 如果你站在你们家公寓三楼 比如说公寓三楼 你看到什么 假设你也是在台北市的街头 三楼四楼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交通阻塞 你看到那个角落 其实还是有人乱丢垃圾 你看到人活在很紧张的里面 走来走去 挤来挤去 争来争去 其实你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会让你觉得很赏心悦目 不一定会让你觉得很快乐 所以其实站的高度 会决定你的心情 对不对 站的那个高度 会决定你看到什么 所以你如果站在低的地方 你看到的都是问题 你在低的地方 你看到的都是比较负面的东西 当然也可能有一点 像我们家有一个 我们刚好在一个小公园旁边 那个窗户一打开 我只有二楼而已 还是看到公园 还不错 可是你能把他看到说 那个行人拉着他的狗在那边 随便拉大便 本来是很漂亮的公园 你就看到他不守规矩 所以你心里就不是很高兴 那公园明明是公家人家用的 为什么他整天用那个狗在那边 他还几条 那个女士 他那个狗 狗还坐那个残障车 你知道 他那个狗已经不会走路了 我不晓得是几岁 他那个狗就是用一个车子 把他拖住 然后就已经趴在那边了 然后他每一天就推着那只狗 在那边散步 我有一个邻居是这样 很有钱 住在一个高楼上面 但是一旦他排泄了 他就也没时间去弄 所以很不舒服 那个让人家很不舒服 让人家真的 那个景观不好 那整个都是破坏的景观 但你如果站到高处呢 你就会看到正面的 你就会看到有希望的 你就会看到还不错的 你就会看到 台北市是还不错的 阿们 所以它的差别在哪里 它的差别在你是高还是低 你是站在哪一个点 站在哪一个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大卫在这里 他说他把我放在高处 那个高处的意思就是说 我看整个我的苦难 我看我整个的遭遇 我有另外一个看法 我有另外一个想象 大卫很多的经验 是非常值得我们 值得我们去体会的 他其实虽然他工业标柄 他也是一国的君王 以色列到现在 最纪念的仍然是大卫王 他们的国旗上面 那颗心就是大卫之心 有一次我在耶路撒冷 看到去参观那个大卫的坟墓 有几个以色列的军人 放假他们就来看大卫的墓 然后在那个大卫的墓上 那个我就在旁边看 那个军人一去那边就跪下去 整个趴在那个坟墓上面 他就在那里祷告说 主啊 大卫当时的荣耀的国度 什么时候以色列能够恢复过来 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 所以他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君王 可是他的生命 却是遭遇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多的负面的挑战跟痛苦 其实他非常的痛苦 在这段时间 但是上帝把他放到高台 把他放到高处 弟兄姐妹 在人与人的相处上面 很多的时候 都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我请一位弟兄来帮我做一个比喻 这个卓越北大的 给他拍拍手 好 我这只是比喻 假设我跟他站在同样在这里 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 会不会可能撞到 对不对 你就觉得这个人很讨厌 我明明要这样走 他偏偏就站在这里 所以你就很不喜欢 然后会不会不小心碰撞 还是会 对不对 那我如果上一阶 你走过来 我也走过去 有没有可能碰到 还是有可能 可是没有刚刚那么多了 稍微少一点 如果再站一阶 举起你的手来 可能就还好 再站一阶 我再站到这里 谢谢 他碰不到我了 阿们 如果你真的在属灵上 站在高处 你就能够脱离那个是非圈 你就能够脱离那个冲突 你就脱离那些 没有必要的争吵 因为你的高度 让你看到 其实不需要跟他计较 不需要跟他争 不需要一定要挤在那个地方 跟他创 你离开嘛 所以那个高度 是一个属灵的高度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在提醒我们 说你是天父的孩子 你不需要跟你公司 那个同事 一直过不去 我有一个弟兄 痛苦到一个程度 他已经是一个 外商公司的中级主管 下面有七八个要管的 他说他痛苦到一个程度 他每一天进到 那个公司的地下室 弟兄 他要先哭一哭 然后打开 真言还是哪里 读一读 自我勉励 自立救济 再祷告一下 他才能够上楼 因为人家 因为你是主管 我还是给你脸色看 那个更难过 有的人是被主管压 对不对 他这个是被下面的下属瞧不起 瞧不起你 给你这个脸色不好看 你叫我做事 OK 我也做 但是我就是爱做不做 爱离不离 所以如果你一直是 处在这种状况的底下 而你没有办法 调试自己里面的感受 跟眼光的话 你就非常的痛苦 你可能被他逼到 你说我不做了 算了 这个事可杀不可辱 对不对 你想要扮他 又好像没办法扮他 他可能有另外一个管道 他也不害怕你 他可能跟你在上面 两级的主管 又关系又很好 然后他就整天给你 我们叫小鞋子穿 让你非常的痛苦 另外一个姐妹 银行界的 他因为年纪比较大了 连经理都比他年轻 因为他已经是 差不多要退休 但是还差个一两年 所以他进到这个 这个银行的分行以后 旁边的年轻的同事 就每一天 那个讲话就是讽刺他 哎哟 还在这里 哎哟 都不想一想 那我说你怎么办 他说刚开始很痛苦 后来他用一个方法 他戴耳机 一进到公司 他就放诗歌 然后就自己一边听诗歌 反正都听不到 那就是还是看得到脸色 对不对 他就不看那个脸色 这样子凹了半年 他因为几乎想要辞职 他凹了半年 然后他就祷告 说主啊你救我 主啊我不要跟他争 主啊我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半年之后 突然被调到总公司去 总行 那马上又不一样了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上帝把他提到 高出 不一定是升官 但是把他调走了 那如果他忍不住呢 他就只好活在痛苦中 然后可能就辞职不干 但他是个单亲 他还有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要养 又不敢辞职 真的很痛苦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都是我们 可能会面对的状况 不管你是年轻的 中年的 都一样 因为这个世界 是一个冰冷的世界 是一个冷酷 冷漠 甚至冷血的一种环境 我想台湾也许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你有可能遇到这个事情 所以为什么烈火的生命很重要 你要用你的火 去把那些冷酷的东西 把它融化掉 把它烧掉 人家因为你的火热 人家因为你的热情 把整个办公室的氛围 把它改变过来 因为你身上带着圣灵的大能 你身上带着爱的大能 你愿意跨出第一步 因为你是在高处 你是在高处 你不要站在他同一个阶级 跟他撞来撞去 你要求神把你提到高处 当你提到高处 你到101的顶端 你要看见的是 风平浪静的美景 所以张牧师常常讲说 你要像老鹰 请问老鹰住在哪里 老鹰一定是住在高山上 老鹰不会住在平地的 老鹰不会住在平地的 他一飞出去 他的眼光 一看就是几十公里 可能四到五十公里 他都看得到 老鹰的眼睛非常的锐利 很 所以因为他在高处 他有一个至高点 眼力又很好 所以弟兄姐妹 主导文的第一个向度是 基督徒们 我们要活在一个属灵的高度里面 当你高度够的时候 你看事情就会不一样 人的高度不同 看见的情况也会不同 弟兄姐妹祝福你 让你有一个上帝的眼光的高度 让你看你现在 你的家 你的教会 你周围前面要面对的每一个人事物 都有一个新的看见 是因为上帝给你看见 上帝给你看见美好的未来 上帝给你看见 在人不能 在神 凡事都能 阿们 好 我们一起来念 念这段经文 预备 来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集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资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干 以弗所说二章这里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我们自己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哪里 天上 那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你归天了 不是那个意思 还没有那么早 意思说你有一个地位 你的地位是上帝的那个地位 是复活生天的基督的那个地位 所以你看事情的时候 要用复活基督的眼光去看 要用天上的角度去看 要从一个上帝的恩典的角度去看 从上帝的祝福的角度去看 所以看很重要 当时以色列他们看到自己又穷 又被掳 但是耶稣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看见许多的人 像什么 羊 没有 他就怜悯他们 你看这个旁边很不顺眼的人 你能不能看到他必要被怜悯的地方 你能不能看到他生命里面 他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 你能不能看到上帝可以帮助他脱离捆绑的地方 如果你对人有这个眼光 你跟他的关系就可以在上帝的爱里面被建立起来 你跟他的态度就可以不像原来那样子好像很敌对 好像他做事跟你不一样 你老是用一个敌对 或者是一个不顺眼的态度去看他 那个就会让你自己会跌下去那个陷阱 所以求上帝把我们抬到高处 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伟大奇妙的爱 要临到这个人的身上 哈利路亚 在有钱有势有地位的 他的生命里面都需要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 没有人是不需要的 所以求神给我们这个眼光 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 当时的以色列人看自己的国家 一文不值我们是被掳的 我们是殖民地 我们是很穷苦的 耶稣带来希望 耶稣带来盼望 耶稣带来上帝的同在要祝福他们 耶稣带来神迹奇事 阿们 这是第一个向度 那么如何提升属神的高度呢 我们来念这段彼得前书经文 一杯来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这个升高 我再一次的解释 这个升高不是让你升官的意思 这个升高并不代表你可能升官 神可能让你升 这个升高并不代表是你更有钱的意思 这个升高并不代表你在你的工作场合 被连升三级的意思 这个升高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升高 这个升高是一个在你的所有面对的环境里面 你能够跳脱原来那个负面或者是非 或者是一种的捆索 而让你有新的眼光跟看见 让你开始你的心情不是很屋主的心情 你是一个很喜乐的在面对困难的心情 这个时候神会给你力量去面对解决你的困难 阿们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姐妹 求上帝帮助台湾的教会 要把台湾教会的属灵眼光拉高起来 台湾的前途的好坏在教会的手中 你有没有看到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位分在我们的身上 上帝把台湾的最重要的美好的未来 是交在教会的手中 你的祷告非常的重要 跟旁边说你的祷告非常的重要 因此你要让上帝带领你脱离那种 在地上的一些的争执的时候 祂需要一点时间 祂说到了时候祂必叫你们升高 所以有时候要忍一下 因为你继续的抓住神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第二个 第二个向度 好 一边念一下 神国度子民 心胸的广度 一起讲一次 心胸的广度 第一个是高度 第二个是广度 我们把经文再念一下 再念一次 也是大概是在讲到 他被扫罗追杀的那一段时间 他说我在困苦中 你曾使我宽广 你知道扫罗在追杀大卫的当中 有两次 我不晓得你圣经应该是知道 有两次扫罗落在大卫的手中 对不对 第一次是什么 在山洞里 扫罗王进去上大号 记得上大号要警醒一点 敌人就在旁边 第二次是扫罗睡觉的时候 可是这两次 大卫都放了他 容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我每一次读到这个都很感动 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他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当扫罗王就在前面 他不知道我在他后面 我一刀就把他解决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在那个困苦中 上帝让大卫宽广 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 爱是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什么 忍耐 还有一个 凡事 包容 包容 你愿意有一个宽广的心胸 去包容别人的软弱 去给别人再一次的机会 那是你自己最大的祝福 也就是说上帝的爱 会让敌人变成朋友 当然扫罗连续两次 这个真的是邪恶恶者的工作 大卫第一次放了他 大卫把他的这个 他的袍子 他是王 他的袍子 割了一个脚 然后秀给他看 说你其实你看看你的 是不是少了一块 是我割下 意思是我刚刚也可以割掉你的头 但是我没有做 亲爱的 这是一个广度 基督徒的心胸 基督徒在面对很多的压力 很多人际关系的冲突 我们求神给他拉宽我们的广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广度在一般的商业用语里面 叫做格局 你的格局要大 阿们 来一起讲一遍 格局要大 心胸要广 你看张牧师以前鼓励我们常说 你要牧养一千人的教会 你要有两千人的胸怀 你要牧养五百人的教会 你要有一千人的胸怀 意思是什么 当弟兄姐妹给你戳一下 捣蛋一下 你不要太在意 不要动不动就受伤了 不要动不动就觉得 哎呀人家怎么这样子 我们早上还在谈 可能包括美和堂 以前三明堂 张牧师在讲道 他就可以站起来 当场冲他 但是大概将近二十年前 在三明堂的时候 当场冲 这个牧师在讲道 然后他可能在第三排 他就站起来 他可能说你乱讲 后来张牧师说 不是他不是讲乱 他说你是魔鬼 这个礼拜讲 下个礼拜又讲 这个下礼拜又讲 旁边的人都听不下 因为张牧师就没说什么了 也没怎么样 后来有个弟兄就来跟张哥讲说 张哥 我实在受不了 你让我扁他 你让我修理扁他 张牧师说不行不行 你一扁他 我变成扁人的牧师了 同时你要扁他 也不用来跟我讲嘛 要扁就去扁 这是我家的 所以你怎么办 你站在高度 你就说他一定是误会 他里面没有神的爱 他不晓得哪里怎么样 他生病了 我们在教会有没有碰到这个事情 有 我告诉你 两个礼拜前我还碰到 我在教会刚刚宣布一件事情 第二天他在群主里就公开讲了 他就在讲我啊 为什么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怎么样怎么样 讲得很负面 讲得非常的负面 我们常常都碰到这些事情 会被误会嘛 对不对 小组长有没有被误会过 对不对 你是区长有没有被误会过 有 你在教会服侍不同的团队弄来弄去 有没有被误会过 你要听他的还是要照你的意思 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 有一个宽广的心 你要把它当作这些的负面的反应 都是神让你学习宽广的机会 因为他说 我在困苦中 你使我宽广 所以负面的事情来的时候 其实是好事 俗话叫吃苦好像吃补 其实就是说 那些的负面的环境 会拉大我们里面的宽容 会让我们从正面的角度 去看这一件非常负面反应的事情 当然不代表 你一定要做某种的处理的模式 但是至少你的内心 不要被他拉下去 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痛苦 为什么他都不尊重我 为什么我都是这样 那那个 庆中牧师早上讲的第一堂 那个顺服 那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讲 但是当他对方不顺服的时候 你也只能接纳他 先接纳他 慢慢跟他谈 然后教导他 你顺服才会蒙服 蒙服你就可以降服 你到降服 你到时候神的祝福 就一堆在你的身上 所以它是一个正面的真理 虽然讲的是很直接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 那个人不一定马上学的会顺服的 他需要一点时间 他当他不顺服的时候 得到教训的时候 得到自己负面的反应的时候 他开始觉得 可能不要这样 或者经过你的祷告 他也开始被光照 可是在这一段时间 请问你要不要包容他 你要不要容忍他 有的时候是需要的 当然要分辨 当然要分辨 然后我们看第二节 诗篇119篇 预备来 我看万事尽都有限 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再念一次 我看万事尽都有限 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宽广吗 不一定马上要遇到 很多负面的事情 逼你去宽广 其实神的话就会使我们宽广 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说 你们要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 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 其实你不用进到 那个是非圈里面 你就是活在真理里面就好了 因为真理会告诉你真相 其实这个人一直要对付你 其实他是生病了 你可能还会怜悯他 当然有的时候你就是说 不客气的时候 把他当疯狗 那当然有一点骂人 但意思是说你不要跟他计较 你要学习在爱里面的包容跟宽广 弟兄姐妹很重要 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牧者 都一样的看法 在教会里面同工同工的相处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恩赐的问题 也不见得是他不爱主 或者是怎么样 不愿意服事 其实是个性的问题 同意吗 他并没有真的犯罪 可是他个性不合 他那个个性让他很难跟人家互动相处 其实这样的人他自己本身很痛苦 所以如果你能够包容他一点 用爱去鼓励他一点 他可能慢慢慢慢就走出来了 你就得造这个人了 阿们 第三个 主导文最后一句话 我们在天上的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我想起我第一次赶鬼的经验 那个时候真的信心不够 神学院刚毕业 我一点经验了 因为神学院没教 现在我们在谈说 卓越领袖神学院一定要教赶鬼 怎么赶鬼 我们菲律宾的分堂 那个传道人太年轻了 他也是去年遇到一个赶鬼时 他都吓得一个礼拜都做噩梦 那个人在他身 在他面前全部的肉都变形 他一只那个画面挥不掉 有一次有一个华神的学长 他也是赶鬼 也是第一次 是一个 鬼附了 鬼附了 就坐在他对面要管 然后那个鬼知道他很怕 因为他脚都在抖 所以那个鬼附的还先讲话 他说你很紧张 哇塞 还被他讲对了 你非常害怕 他一想到 因为他脚真的在抖 后来圣灵给他一句话 他说我很紧张 但是耶稣不怕你 他也只敢讲耶稣不怕你 其实应该奉主的名 你斥责他嘛 太紧张了 讲不出来 因为完全没有经验 华神也没教嘛 后来我们教会遇到一个 他就突然他就发作了 他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这里 我那时候毕业第一年 然后就开始推我 我就一直 因为我真的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就一直被他推着往后往后 然后大概四五步 我旁边一个童工就 奉耶稣您放手 放手 他就不放啊 祷告没有权柄啊 祷告没有权柄 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告诉你 你有没有权柄 先不要讲那么快 那后来 真的 你虽然不知道怎么办 也许也很紧张害怕 但是他没办法伤害你 在一般状况 正常状况 我不敢讲是 他不能够伤害 但是一般状况 你如果是属神的器皿 他伤不到你的 所以他走走走几步 他就突然放掉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就转头就走掉了 他本来用脚要踢我 没踢到 这是我第一次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学长 那个学长是赶鬼专家 可能当中有人知道 在台北市 我说怎么办 他说第一 唱圣诗 唱诗歌 而且要唱得胜的诗歌 他就跟我讲 唱那条 远生心期 使他地抽敌十三 有没有人知道这首短歌 不多了 现在这首 就怨神兴起 使他的仇敌是散 结果就找了两个同工姐妹 我说明天我们要对付他 你们两个就在旁边唱这首诗歌 我没有说停 绝对不能听 然后第二天他又来了 我们就跟他准备 然后那天晚上我拼命迫切地祷告 进食 哇 那个很迫切 因为第二天万一他打死我怎么办 那个人的个子大概是我的两倍半 非常快 非常快 所以后来我们那个姐妹 整整唱了四个钟头 中间停了 我说不要停 远生心期 使他地抽敌十三 我说你们只要负责这个部分就好了 在我旁边护卫我一下 你知道真的很紧张 有一个爸爸 带着他从小犯癫痫病的孩子 来找耶稣的门徒 叫他们治病 把鬼赶出去 有没有赶出去 没有 赶不出去 然后一直到耶稣来了 那个爸爸说 我找你的门徒都赶不出去 耶稣就 这个不幸的世代 耶稣他说 你信这事吗 那个爸爸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信 但信的不足 求主帮助我 这一句话就够了 耶稣一句话就把那个鬼赶出去 有的时候你知道 你的信心不足的时候 你去到神面前承认 你说我真的信心不足 这个状况我很紧张 我没办法 像昨天晚上张哥讲 祷告要怎么样 祷告要诚实 你不会就说不会 上帝不会怪你了 你又不要装会 不要装 好像那个牧师可以这样 康迈克都可以这样干 我也可以 你试试看 没关系 所以其实 其实你要承认 但是这个承认 其实就是一种信心 你在神的面前 很真诚的告诉神 我是这样 但是求主帮助我 神就悦纳了 神会帮助我们的 所以耶稣把他赶出去 然后门徒就来问耶稣了 说主啊 为什么我赶不出去 耶稣怎么说 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上帝 且信他赏赐那行程 耶稣说你赶不出去 是信心的问题 你信的不够 是信心的问题 不是经验的问题 不是技术的问题 你对神的信心越大 你赶鬼的权柄就越大 你对神的认识越多 你的赶鬼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张牧师常常讲 他起初有没有 他起初刚出来的时候 还比较年轻的时候 他其实那根本就不是我做的 他自己心里有数 可是他很真实 他跟神说那不是我做的 我没办法 神说你没办法 那我来做 但你要学 你要学 那次给我学很多东西 后来我就回去进食祷告 真的是进食祷告 耶稣说 这一类的鬼 若不透过祷告进食 没办法赶出去 这是耶稣说的 所以弟兄姐妹 在烈火特会里面 不管一餐两餐或一天 你要操练进食祷告 不要只有饿肚子 只有进食 你要花时间去祷告 但是把吃的东西放一边 不要在烈火特会 因为下面现在是food court 就是那个食物的 哇 那个散会完 那是另外一场烈火特会 在五楼吃的跟烈火一样 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好不好 让我们非常的忧伤 所以真的要下功夫 台湾的教会需要在神的面前 夺回那个给教会的权柄 你可以看到人很清楚的重生悔改 看到他的疾病可以得医治 看到他身上邪灵的瑕疵可以赶出去 让他可以在基督的里面 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是教会应该要彰显出来的现象 然后我们的神会得荣耀 Amen 很多人要来到教会 你知道张牧师常讲 他第一次去访寒的时候 他大哭 因为教会里面 躺满了那些生病的人 就这样一个会堂 台来的 福来的 推轮椅来的 躺满了 他说这个教会有可能可以被医治 比医院还有用 所以人家就来找教会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 他说我大哭 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能这样 你要看看人家怎么祷告 通宵 进食 去韩国就学这些东西 这些叫做基本功 这些还不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你连基本功都没有的话 属灵的那个恩膏 就会真的是很少 我跟你们一样 我还在操练 没有说我比较厉害 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 他说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必须信什么 那如果你信心不够怎么办 来念第二段 希伯来书 预备来 养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信心从哪里来 谁帮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终 所以你请耶稣 加添你信心就对了 阿们 你自己是挤不出 那种属灵的信心 没办法 这不是演戏 你就透过进食 透过祷告 一直求耶稣 把信心加给你 然后耶稣 为了要加添你信心 一定会让你遭遇一些事 我的经验 那些事就是要你操练信心的 那你就不要逃 你要勇敢的面对它 可能是鬼附 可能是一个很重的疾病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病房 为人家祷告 你一看就知道 这怎么祷告 这是弥留了嘛 已经在弥留了 还要叫我来祷告 怎么祷告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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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都可以复活 为什么弥留不能祷告 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 大概昏迷了三个多礼拜 然后那个昏迷指数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越来越昏迷得很严重 所以那个女儿就来告诉我 他们两夫妻说 牧师你再最后祷告一下 我们已经请礼仪公司 在看怎么样 我说你不要这样讲 我们就祷告神 让他醒过来 而且很快地 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 然后帮他施洗 在淡水马街 我们就约了四个人 一起到淡水马街 甲乎病房 那天晚上就是 我们就进去 进去以后 我一站到床边 我说我们先敬拜 唱诗歌祷告 然后赞美主 我说主啊 求你让他的眼睛张开 而且他能够恢复意识 他已经昏迷快一个月了 这样祷告完以后 神迹就发生了 他真的张开 张这么大 跟这个弟兄 这个船 一样眼睛很大 他就张开 诚实讲 我也吓一跳了 这就是张牧师昨天讲 祷告归祷告 还是不太信 你知道吗 然后他的女儿 不是他的妹妹 他的大哥 当场就哭了 醒过来了 我说没关系 马上我们就跟他讲 耶稣 他就听听听 我说你要不要接受 耶稣做你的救主 当然要嘛 我现在为你点水 好啦好啦 没有讲话啦 就点头啦 然后我们就当场 为他洗礼 然后从那天开始 他眼睛没有闭起来 就醒过来了 然后野兽洗了 把荣耀归给神 不是我 不是我 是耶稣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 当你操练到一个程度 跟旁边人说 你也可以 整个医治 是耶稣的工作 但是耶稣要用你 做那个管道 你了解吗 所以神手中的王牌 这个管道 就是你的信心 你对神认识越多 你的信心越多 你的祷告 就让圣灵可以工作 阿们 他不是牧师的专利 像我们教会 一般弟兄姐妹 祷告 常常可以讲出来的 不是牧师的专利 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 你去碰到牧道 有碰到朋友 有状况 你就要开始为他祷告 祷告不行 回来进食 发动祷告 同心合一的祷告 一定可以的 神要在台湾的教会 得荣耀 阿们 天上的父神 你是儿女的身份 所以有 我们念一遍 面对父神 不再害怕 面对他人 不再比较 面对自己 不被欺骗 神的儿女 一起来念 我有远见高度 我能宽广广度 我是大户人家 我有信心 吉利来祷告 不安排 神的白心 来吧 重提堂堂堂的关乎 哈喽 别忘了 你将这尘导给我们 来吧 再大声一点 这尘导给你 arriba 大声 shouted 不 새欺 只望我们 看见苦心 最近EMS 祢います 阿絲的關顧 阿絲 可樂於我們的關顧線